謝謝陳教授介紹 也非常感謝各位願意在這一間來聽我報告 另外一件事比較精彩 我想真的是很感謝大家會選其在這裡 當然今年的因為這個參與人要越多 所以今年不得不分兩個會場同時進行 所以大家會比較辛苦一點 不過我想今天大家今天來這邊 我想我會沒有保留的 我會跟大家分享我最近這一些的進度 然後在正式報告之前 我先跟大家看一個畫面 這個如果大家手上有平板電腦 有iPad、iPhone可以上網的話 如果打上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其實可能不太容易打 不過如果說你真的可以把這個網址打上去的話 就會看到我的心跳 不過他這個心跳已經剛剛有一陣子沒有更新了 最後一次是9點48分 因為是在大會的入口 有一個 我那邊有一個攤位 他那邊有一些router 我身上有一個sensor 所以我靠近那個router 10公尺他就會update 所以剛剛最後是update 是9點48分 那時候心跳有點快 就是114.6 然後呢我的physical activity 我的身體活動量13 大概13大概就是沒什麼動的意思 通常我們在比較慢跑還是快走是會到100以上 10幾以上的話大概就是不太動 10以下的話大概就睡覺 所以我身體屬於一個不太動的狀況 然後可以看到 不只看到就是最新的 還看到我今天從凌晨到9點48分的心跳 所以我的紀錄過程還蠻重視的 沒有什麼造假 因為這個全部都一無一無一無上去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心跳呢 在凌晨的時候呢 大概80幾跳 睡覺的時候呢 睡到大概凌晨5點多會降到70左右 其實我個人的心跳的基礎值是比較高的 這個對我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我應該要再低一點應該要加強運動 可以看到呢 那更慘的是呢 一旦起床之後 哇開車開到這裡 然後剛剛又碰到院士碰到校長 碰到校長 碰到校長的時候 又進分又緊張 所以心跳一下就飆到130幾 那現在大概有個維持在110幾 有用 那其實這個 對我就是很重要的訊息 會提醒我說我身體要好好的保重 那當然 其實我們都可以發簡訊 其實系統都沒有問題 就說超過110就發個簡訊給我 就說欸 姑姑知道你太快了 心跳太快了 要想辦法 看不到一點 同時可以看到的是我的 Bizical Activity 就是身體活動量 可以看到這就是我 利用一個G-Sensor 我身體有沒有在動 有動的話這個數值就比較高 剛剛有講了 可以看到呢 我從大概10 凌晨幾分之後就不再動了 然後到6點左右 又起來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很明顯是在睡覺 利用這個 G-Sensor還是Bizical Activity 來測睡眠 這個是已經7來19 這也不是我發明的 其實呢 這個長時間看心跳 這也不是我發明的 那直錯呢 我的努力的目標是說 讓這東西變得很容易 我現在這個東西 我玩時間是不用任何操作的 一個貼片貼在身上 自動資料收集 自動上傳 然後呢 以後你會做到自動分析 分析什麼 就是當然就是用黃岩氏 用那個 那個 文教授的那些 違憲性的方法來分析 所以 所以整個概念是這樣子 好 那我就 開始我的 正式報告 那報告我其實 除了我摘到的那一些之外 我額外再講一些 我過去 兩年的進度 其實我們這個 組織 這個會議其實今年是第三年 在第一年的時候呢 我報告了一個 全自動上傳的這個 生理監測系統 把血壓心跳自動上傳 在第二年的時候呢 我加入一個 在雲端分析的 HST 然後 我大概 我再回顧一下 這第一年的進度 就是我們那時候做了一個 為了這個 醫療器材 量身定做一個 非常 低功率的 無線模組 這功率非常的低 相信我 這是目前全世界功率最低 效率最好的一個模組 它不只比藍牙2.0更省電 比藍牙4.0也省電 我們有一些實測的結果 那最重要的 我們都不是我們講的 我們現在已經 經過兩年的實測 已經 已經有四十幾個儀器 四千個 用者 用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 只要任何醫療器材 接上這個 這套模組 跟這個 router 之後呢 這醫療器材 就變成一個 Cloud Computing Terminal 變成一個 雲端運算的一個端點 它可以上傳資料 它會有一個 URL 一個血牙劑有一個 URL 一個血糖劑有一個 URL 當然你也可以做其他的應用 好 那剛剛是第一年的 第二年的話呢 我們是把這個 黃教授的這個 一個重要的貢獻 Huber Home Transform 跟這些雲端醫療器材的資料 結合 就是血壓 上傳到雲端 它會做這個 做這個 Intrinsic Mode Function 會分析這個Track 而且是全自動化進行 所以呢 第一年最主要是做這個 資料蒐集的部分 第二年呢 是在做雲端分析 用這個 HHT 雲端分析 所以其實呢 可以把 一個理想上的一個 Car Computing Health Care的雲端 就可以慢慢拼重起來 好 那這個 理想上呢 我們使用者呢 他用很簡單的器材 很便宜的器材 很方便的器材 量測他的生理訊號 然後剩下的呢 全自動 會資料上傳 全自動資料儲存 然後全自動資料分析 而且呢 全自動會把這個分析的結果 透過手機一些方法 回饋給使用者 那有需要的時候呢 我們仍會介入 那這是全自動的機器跟這個 非常厲害的人工 這個非常完美的搭配 那我們現在有估算 大概百分 現在 以這個 Health Care的這個領域來講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 一些工作 就可以由自動化來進行 然後當然有百分之五左右呢 是需要醫護人員來介入 那這全自動的好處就是 它成本非常低 趨近於0 然後呢 這個人工的話呢 成本會比較高 可是呢 達到最高的服務品質 然後呢 你如果把全自動跟人工這個比例 好好的分開 這就是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成本效益 這是 理念上是這樣 那我們這整個系統 現在目前試用了兩年 它其實已經大家普遍認為是非常簡單 因為它是上傳 兩側上傳都是全自動 然後它也相當可靠 那當然這個是 可靠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資料的傳輸是非常可靠 另外一方面的也很重要 資料的分析判讀也是非常可靠 那這個就是要感謝這個彭教授還有黃彥氏 這些 非線性分析的高手們 提供的一些技術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呢 是 Affordable 是可以大家可以用得起 但無可惠人的 這個遠距保健 很多人把它當作是一個 未來IT的出路 甚至有些人把它當作是金礦 可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大概除了金礦之外 它其實它是一個基本人權 為什麼說 因為我認為醫療是基本人權 網路也是基本人權 所以網路醫療當然是基本人權 所以這一定要是每個人都可以用得起的 你不可能說值得有錢用得起 所以我們剛用的方式其實 這方面是蠻重視的 那經過兩年之後呢 我們現在經過這個系統 所嫁接的醫療器材 有這些 這些都是 而且都是國內廠商 所以我們現在跟國內廠商 大概起碼20加以上 然後我們就主動幫他們40台儀器 全部改成雲端化 很多都是我們幫他改的 因為國內的這些醫療器材 通常都是中小企業 研發人員都是非常少 他們可能自己做都有困難 我們就幫他改 所以雲竹也改了這麼多了 包括血壓 Bal pressure monitor 激電圖 然後呢血糖 當然還有這個呼吸功能 這個lum function 肺功能的測試儀 然後還有活動劑 Aptimeter 當然體溫劑一定有body temperature 還有那個O2 血氧濃度 當然還有包括基本的身高體重 當然想像到的 我們知道的 我們都把它拿來改了 那經過這兩年的努力 那我們一開始呢 是跟台北市衛生局在合作 透過衛生局的 他們服務的民眾 來做一些測試 後來呢我們也在台北市市政府裡面 幫市政府的公務員 進行這種零端保健 目前累積的user 將近一千五百個 然後呢另外我們也跟 透過其他的公司 間接跟新竹縣的 衛生局合作 他們那邊的人更多 有兩千五百位 那這是一個新竹縣的一個 縣民 他們實際上使用的一個情況 你可以看到 這是真的是引發主 但是他用這個系統是沒有什麼困難 所以我們這樣加起來 現在已經有超過四千位的user 然後我們人數還在增加 那 就是說 最近 這個 我們這些相關的一些 一些 一些工作也上了期刊 或很 fortunate unfortunate 不是nature也不是science 是在康健雜誌 只是說 我們一般台灣的民眾 公司不會看nature 不會看science 一般的 尤其是老公公 阿嬤 這個大概康健雜誌 偶爾看一下 這一期的康健雜誌 你們現在還可以買得到 他們就有 對雲丹寶劍做一個小小的專訪 裡面呢其實就是 這個架構器的方式 我們現在在用的架構 他們有做一些說明 那這個就是說 過去這一年兩年 我們這個 一些進度 那真的是也很感謝 像剛剛黃燕士說的 感謝前面兩任校長 我想 我們也是對現任校長 也是非常感謝他 也能夠在這個地方 陪同我們 那也感謝大家的參與 還有關心 其實這個 這個東西是 非常需要很多人來參與 好那我回到今天的 第三年的進度 今天我大概很快講一下 其實還不是很成熟 比較像preliminary 就在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我們是 這次呢 第一年我們做了一個 低功率的無線傳輸 第二年我們做了 陰端的這個非線性分析 第三年呢我們現在開始 找一些特定的議題 然後今年的特定議題 叫做 heart rate variability 心理編譯器 而且我們還 也許先鎖定在睡眠吧 然後呢 我們用的是一個 新創的一個 非常方便的ECG patch patch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ok bug 我們把一個 ECG的感測器 做的像一個patch 這麼方便 然後呢 但是我們用的分析 是在目前 找到能夠最好的分析方法 好那首先 做一些回覆 我們做的這個 其實這個訊號叫心電圖 心電圖呢 這邊找到一個 網路上找到一個照片 這是1912年的心電圖 的除息 不過後來好像聽說 這個發明的人 有得諾貝爾獎 不過這個機器呢 如何運作 現在已經 我也不是很了解的 不過看起來 有些飛輪 很多旋鈕 有些電線 不過有一個 這些東西現在都看不到 但是唯一一個 目前還保留的 就是左手右手跟左腳 你看那個刻 都是發 左手右手跟左腳 不是右腳 我想這個大家有 起來有字 為什麼是左腳 這個我就不知道 可能當時的 有些特殊的機器 有些特殊的機器 他用的左腳 好 那一下跳了60年 1976年 Hotter 這是一個心電圖 能夠隨身記錄的一個機器 叫Hotter Monitor 它是一個Hotter博士 他發明的 其實我本來想要找一張 大概1947年的Hotter 第一台的那個Hotter Monitor 是一個背包非常龐大 可是我昨天怎麼找的 都找不到 所以照弄這個 這已經是隔了二十幾年後 改良起的 這已經算是小台的 第一台的Hotter Monitor 非常的龐大 它說有八十幾大 背在身上 這是已經改良後的 用磁彈 我現在都做得很小了 那在1996年 又有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Hotter Reality 它的評語分析方法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或是一些 Linear Analysis 被定義出來 被這個歐洲跟美國的心臟學會 他們正式的一個定義 發表在非常好的期刊 Circulation 所以呢 他們那時候呢 包括它的Standard Measurement Visological Interpretation 跟Chinical Use 都做一個定義 那時候的一個標準的分析程序 把心電圖收集 經過心跳的辨認 然後呢 最重要的用複裂的轉換 或使用一些 ARMA的方式 做一些定量分析 然後他們可以把Hotter Reality 分成高頻 低頻 極低頻等等 各有各的意義 有些代表複交感 有些代表交感 所以呢 自此之後呢 這個Frequency Domain 變成一個標準 到目前呢 很多人也在追尋這個標準 我個人呢 在1999年呢 那時候也協助一家公司 一家台灣的公司 以這種標準的分析程序 開發一個HIV分析儀 他們叫做智力神經分析儀 這個機器目前已經通過台灣的 衛生署的認證 在市面上可以買得到 那在2009年呢 我自己也有參與一個計畫 當然做了一個十二導程 CompleteCG的Hotter 那這個Hotter當然 就做的當然也算是小 可是呢 它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 它可以即時的無線傳輸 它內部有記憶卡 然後呢 可以同時把這個訊號無線傳輸 而且它可以使用的時間 是三天到七天 所以那時候的這個規格 也是不會輸給人 不會不落人 不過這個東西開發出來後 我現在後來並沒有量產 再放在那邊 好 那如何還可以再改進呢 我們其實現在有一個 HIV分析儀 通常是很大一台 桌上型電腦 還是說一台 也許一台平板電腦手機 然後我們現在有Hotter 可以做到很小 可是這個Hotter呢 它不能分析 它只能記錄跟傳出 有沒有辦法把這兩個功能加在一起 而且做得更小 那這個挑戰又更高了 那理想上它最重要的 MiniH非常小 而且呢 可以即時的分析 讓使用者即時的知道 什麼叫即時 傳統的Hotter 通常要等紀錄完 拿到醫院解讀 才可以看到結果 通常要等一天兩天 那就不是即時了 我們希望它當時隨時就可以看到它的資料 而且呢 它除了線性分析之外呢 它要把最先進的廢線性分析也加進去 有沒有可能這會全部達到 其實是非常困難 可是呢 如果透過現在的一些銀端印算 這個就比較有機會 那銀端印算呢 我們可以把資料呢 傳到銀端 銀端的大台電腦 對這些複雜的訊號 進行複雜的分析 包括Hotter 包括Market's Bill Entropy 那在銀端分析都不是難事 然後分析完之後呢 用一個 browser 一個什麼iPad iPhone 就可以讀取它 所以讀取也不會困難 那當然這個是值得一試 那這裡面呢 可能第一個要做的是這個 這個miniature sensor 那當然我們希望說 這個除了收集訊號 傳輸訊號之外 本身其實就可以在當場做一些簡單的一些 線性分析 譬如說複零的轉換 這邊就可以做 那比較複雜的非線性分析呢 那只好到雲端做 那就是這個sensor 那這sensor目前是沒有現成的東西 那我們是開發新的 那這是它的方塊圖 那我們的研發代號叫做Patch3 其實我們做這個已經做了很多代了 這算第三代 那這裡面呢它的結構呢 基本上它是有一顆HRV的Processor 其實這是一個CPU 一個MicroController為主軸 那它呢接受了來自於三軸加速的 加速器也是一個IC 那來自於心電軸放大器 這可能是由一顆或是兩顆IC構成 然後呢另外有一個記憶體 然後呢它的訊號的傳出呢 是完全靠無線電 靠一個無線收發模組傳出去 然後呢用一個非常容易買得到的一個 牛扣電池呢就可以來操作 然後呢這個訊號要透過一個Router 傳到銀端 進行銀端分析 好那我這邊特別講一下這個HRE Processor它的原理喔 因為我希望說在這個當場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 尤其是複利的轉換喔 其實複利的轉換其實不是很簡單 可是跟那個HST跟Morphis跟Entropy比起來 FFT算是簡單的 然後現在用已經幾乎可以用一顆Micro Control就可以完成 好那而且呢可以達到1996年所發表的這種標準的分析方式 好那這是我們實作的一個工程開發板 那這個都是我一針一線一個這樣裝上去的 那這個IC為了讓這IC呢我用它做個轉接板 然後這個面包板這樣子 好一面做一面出錯 裡面呢就把它放一個HRE Processor 然後呢加速儀 然後記憶體 然後呢這個無線電收發模組 跟這個信電放大器 好那你先用個電池 好那這是我的測試環境 這是我家的書桌 其實說實在我是在陽明大學有一個很大的 有一個大的弱點啊 我們沒有電機系 我們沒有電子系 所以其實我們這方面的學生非常的珍貴 通常我們都學生報錯地方 才會到我們學校 通常他們都會去報告一些什麼 青大交大台大 中央還是城大 電機系的很少到陽明 所以其實我不已經習慣了 這個要做就自己做 所以這我的書桌 PC 濕波器 這是麵包板 做這個也是花了好幾個月 出錯了 那一切都OK之後呢 就把它集成在一個小的電路板 那所有的零件都在上面 然後最後 做個這個耗電量 這個耗電量很重要的 關係到這個儀器它能夠用多久 然後這個測出來是0.66mA 它在全數運作的時候 剛剛所有工程在運作的時候 這還算是省電了 用一顆這個電池這樣算的話 應該可以兩個禮拜 那實際上我們現在是抓一個禮拜的目標 聯繫使用一個禮拜 那外殼呢 這個就沒有辦法自己做 我們就請那個第一台公司 他們委託他們設計這個外殼 那這個我們實際上使用情形 那我刻意造這一張 昨天造的 就說我很舒適 然後沒有什麼 不是很煩躁 就可以用這個東西來測量 然後呢 它當面一個router 它就可以上雲端 那它的實際上的規格 我們把它蹭一蹭 把它量一量 它21公克 尺寸大概8公分乘4公分 然後它的訊號基本上是吸引電圖 取樣頻率256 12位元 它的無線傳輸距離是10公尺 那萬一說 如果在10公尺之外怎麼辦 不用擔心 它會把資料先存在內部記憶體 等到下次有機會傳的時候再一起傳 所以資料不會任何的那個缺損 那我目前的目標是能夠連續使用7天 那這個也還有進步空間 那要看資料就是拿一個iPad 打一個網址 可以上去看這些東西 那我理論上這個非線性的分析要做在上面 可是目前還沒有完成 目前只是做資料的儲存 一些線性的分析結果 那非線性的話可能未來一個月 大家會把它完成 那當然這是線性分析的部分 這已經是ready 可以看到我們可以很容易的計一個人 24小時的心跳 24小時的身體活動 還有24小時的HRV 包括low high ratio 這個指標代表交感神經 這個指標代表負交感神經 HF 那剩下就一樣 這個就不講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以這個個案來講 它是呢 凌晨大概12點睡覺 那隔天差不多是 差不多6點多 7點多起來 這段是睡覺時間 心跳比較低 然後呢 活動力比較弱 但是偶爾還是會有一些活動 因為睡覺會翻身 身體會有呼吸的動作 所以它並不是完全不動作 只是動作低很多 然後可以看到HRV的這個分析 在睡覺的時候 副膠感指標比較強 非常明顯 膠感指標比較弱 這個以前就知道了 目前你可以在repeat這樣的結果 但是是用一個非常便宜的 非常輕便的一個device 好那接下來就講一些 我們特殊的一些議題 我們想要知道這個 有關睡眠的一些心跳的變化 好那我們透過活動力 physical activity 可以把這睡眠把它界定出來 然後因為這信號實在太多 太複雜 所以我們現在專注在 這個睡眠這段時間的心跳分析 好那我們可以把睡眠之後 把這睡眠 睡眠前我們就先暫時不看 我們看睡眠之後 那的心跳會怎麼變化 其實如大家所預期 睡眠之後心跳會降低 好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我的學生 他在假日的時候測量的心跳 在上班時間測量心跳 可是他不小心有一天發燒了 好那這個心跳有什麼故事在裡面 那我們利用這個 保護院士的方式把這個趨勢做出來 可以看到呢 他雖然都是下降的趨勢 可是他下降的幅度 跟下降的這個集值不太一樣 當然我們在假日的時候 他心跳本來就是蠻低的 所以70跳 要降一點點 在上班的時候呢 其實平常在睡覺那個時間點 是75 大概75下 壓力比較大一點 可是睡覺之後呢 他馬上可以恢復 可以降到 還是可以降到 底點 可是呢 發燒就不一樣了 發燒之後呢 他的心跳更高 而且降不太下來 他怎麼樣子都還是一個基本的 一個心跳 那當然這個 這個有時候也都是可以預期的 就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做的 非常的容易來看這個事情 而且可以做的非常準確 那把剛剛那四個訊號 把它重疊在一起 先看到他們有 其實是有階段性的差別 Holiday 我們認為是一個沒有壓力的情況 他在睡覺之後 心跳會下降 然後呢 在上班天 其實他基礎心跳會比較快 他的正常情況下 他也是會降到很低 那我們認為這叫做 恢復的很好 可是呢 在發燒的時候呢 身體有壓力的時候呢 這個心跳就恢復的不太好了 那也許我們可以把這 當作是一個定義的說 當作說 睡覺之後 心跳從壓力的狀況下 恢復的效率 比如說 我們白天免不了要工作 承受很多壓力 這個沒有辦法 我們要過活 一定要承受壓力 可是 在睡覺的時候 要必須要把它完全的恢復 這非常重要 如果睡覺之後 沒有辦法恢復 長期累積下來 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現在已經可以 把這東西這個非常 可以做到幾乎自動化的 這種判讀跟分析 那另外呢 這是Martisco Entropy 你可以看到 同樣的訊號 在睡覺之後 在Holiday 沒有壓力的情況下 它是往下 慢慢往下 這個根據這個 同教授的定義 就是它比較單純 比較不複雜 可是呢 在上班天的時候呢 就持平 就稍微 信號稍微複雜一些 然後發燒的時候呢 甚至往上提升 更複雜 身體大概已經不太單純了 又要對抗疾病 又要對抗身體的 又要睡覺 又要很複雜的功能 當然 我們這是一個Prelimer Data 只是一個個案 一個學生 他最近做的 那當然我們會 之後會做一些更 規模更大的一些確認 到底是否它可以 反映一個人在睡眠恢復的好患 那大概我就 最後一張 25分 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再總結一下 就是說 透過 一些目前最新的電子工藝 然後雲端科技 還有最新的這個非線性分析方式 我們可以把這個 HRV分析把它做到雲端化 然後可以把目前最方便的 最影響的狀態呢 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大概好 那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郭博士 我想我們其實看到一個 就是說幾年前 聽郭博士演講 從他那個 IC 讓自己在那邊接啊 設計啊 到 其實我剛剛已經 聽到他第三年 已經開始做一點點 規模的這些 雲端的運算 甚至一些經濟上的 這個考量 所以這是一個 很了不起的 研究 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他是 醫生 然後也是藥學系的博士 OK 我想我們有大概十分鐘時間 開放給大家 好了 不想各位有什麼問題 我會比較好奇啊 剛才你講到那個 ECE 我不是說對肉車 我是說那個很可能是 會醫學系的人的 做法 然後我們醫學系這樣做下去 他們的實驗我們 繼續做去檢查 我說你那個胸部那個 那個貼法 我以前有檢查過 但是我不知道 他為什麼 從這裡到這裡 怎麼去一點一點 把它貼在那個部門 那個 其實這個也真的是問題 我們標準的是這樣 這第一代老組是1912年 左手右手跟左腳 然後在Holder之後 進化成這個樣子 這都是標準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弄成這個樣子 其實是違反標準 這個其實這個 不是標準的D1、D2 也不是這種 我只要意思就是說 你是經驗或是 有原理原則 然後怎麼提那個一點點那個 那個線啊 這個嘛 我這個課本 教科書都寫得很清楚 不是啊 我以前也有讀過啦 我比如說 我要了解是說 我如果說 以檢查的觀點來講的話 不太好 我要了解一些他們 在那個 那個部門有什麼用意 他會做這麼多 基本上他是想要用不同的向量角度去觀察這個信號 所以每個點就代表某個向量 某種X軸Y軸D軸不同角度的向量 透過這樣 12個向量去看 把一個三度空間的新天圖 把它能夠重組出來 其實它有這樣子的用力 好 謝謝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是做HardRag的樂題 我們是沒有想要定位 所以可以用一個導致簡單化 今天很開心到現場聽郭博士的演講 就之前在那個網路上有搜尋到一些文章 就是關於郭博士之前有做 例子算命儀跟陰陽儀 所以看起來也是 可能 里頭基本概念也是 ECG的信號分析 那關於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請郭博士補充一下 然後另外 就是ECG這邊的MSE分析 或是HREV分析 到底有沒有機會 可以預測人的情緒或是其他的狀況 我先講 算命儀跟陰陽儀那個比較容易講 第一個算命儀的 它那時候的目標 那時候的目的其實就是用這個參數 用這個心力變異性的low frequency power 來預測 加護病房的病人 他死亡的機率 這個也都是經驗法則 因為其實我們是所有的訊號都做了 然後發現這個指標 它預測一個病人死亡的機率最準 可以甚至光單一指標就會80%以上 甚至90%以上的準確度 這個也不是我第一個發現的 國外的學者 用這個指標來預測一些心肌梗塞病人的存活力 都是最準的 所以其實HREV用來預測生死 這是其來有致 這是大概它 那時候一開始最出名的一個應用方式 那我們是把它 現在是把它 列列是把它普及化 其實這個 其實算命儀它還是保留的 用low frequency 所以如果可以看到這個人 他的low frequency持續的都很低很低的話 其實他這個人死亡率是比較高的 這已經有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情 那很慶幸的我還有這個 我還有一點數字 所以短期內應該還不會翹掉 然後另外一個陰陽儀呢 是用這兩個指標 一個是low high ratio代表交感神經活性 high frequency代表副交感 交感副交感 一個代表陽一個代表陰 這個是之前我們有做過一些統計 跟中醫師做統計 發現跟他們的陰陽 他有一點點真的有一點線性關係 所以就把這兩個 一個組成 這個組成陽 這個組成陰 這個太移圖就畫出來 所以是 來簡單講 有情緒 情緒喔 情緒這個我就不太懂了 大家有別醒Albert 這個楊博士 他是精神科醫師 大家有別醒 這個情緒方面 他可能會再做更好的解說 我覺得不知道說會有最長的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的時候 預算上的這個應用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有做了很多參數的部分 那我現在是想請教 不知道說一個問題 比如說 這個MSE的計算 或者是在非線性的計算上面來講 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說 多長的時間的紀錄 就可以做為 MSE計算的必要的一個時間的長度 因為我們現在習慣都是 紀錄8個小時 或者是紀錄12個小時 甚至會紀錄到一整天 來做MSE的科研 那不曉得不知道說 您在你過去的研究裡面 有沒有做過類似像這樣的趨勢 就是說 因為MSE基本上 那是一個長時度的一個計算 那只要用多長的時間 來做這個長的程度的估算 他們可以找一下 還沒有一致的看法 所以如果說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固定的時段 就可以做出 不需要那麼長時間 我們的功率就可以再更小 有的電子的功率 就可以不用一直開著 進入那麼長的時段 事實上就可以使用更久 所以我的出發點是在說 低功率、低消耗的時間上 就可以達到我們要預測的 這個MSE的估算 最mini法的時間 不曉得不知道說 有沒有這樣子 其實這個問題是一個長久的問題 我還記得那時候 大概十幾年前 大概二十年前 我第一次碰到彭東方教授 就問他同樣的問題 我說他撥長的訊號採購 他回答說是無線長 一個物理、一個數學家的話 認為是無線長 可是這是不可能做到 所以我們最近這幾年 就是他一直不斷的妥協 不斷的最佳化 太長是 太昂貴了 太短又沒有效 不過以這個當例子來講 其實你會看到一天下來 有睡眠跟清醒 其實這兩個就差很多 其實我們這也是一個嘗試 尤其像今天主要是在講 多可在睡眠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用的時間 大概差不多八個小時左右 因為我的想法是 如果八個小時 可以把它用四個小時 或兩個小時就可以 represent這個八個小時的結果 那你是更省電 那其實像data的話 你如果可以取 比方說零到四小時的這個區域 或四到八小時 這個四個小時的 interval 就可以represent它的全 data 那是不是我們在做這個演繹上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一個省電 跟裡面結結電 那只是說我一直都沒有這個數據 一直查文件也沒有查到說 多長的time calls 可以代表是一個typical的一個coding 這是我覺得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 Nominial Analysis 給我最大的困難就是 到底多長 我要錄多長 這個是才能夠達到 大家都可以接受的程度 對啦 這個連我們也都要實在吸收經驗 其實我們目前也不知道 希望說藉由這種比較方便的儀器 我們可以多一點學生可以做這種事情 然後可以真的把這個問題 用實際的方式把它解答出來 謝謝 郭郭志的演講非常好 我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分析方式 有可能用診斷一些睡眠奇病的發生 例如說sleep apnea 就是睡眠呼吸中和症 他這個算法有沒有可能說 減斷出這個病人正在發病 然後給一個預警信息 讓他清醒過來 然後採取相應的措施 對 不過這個齁 其實這樣sleep apnea的話 最好的方式還是 做一個這個呼吸氣流偵測器 那就是傳統Polizontal Grady 那個flow detect flow一停 馬上就叫他醒過來 其實這個東西現在其實好像也有 可是我們今天在講這種東西 這種比較長尺度的 好像沒有辦法針對單一的這個事件 做這麼好的回應 可是我們大概能夠做到說 他一覺醒來 我跟你講 你昨天睡得好不好 你昨天恢復得好不好 當然目前這樣子的技術能夠回答 那我想包括這train 包括這個mse 大概都是比較屬於長時間的一個分析結果 好 我想我們還有一個小問題 好 謝謝 謝謝郭博士 你講特別的狀況 那想要請教一下就是說 有關這個hard rate train跟mse的部分 因為其實從剛剛很明顯發現 Walking Day跟Fever有一些condition的時候 其實 那hard rate train明顯就是 跟holiday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知道臨床上 三天的病原性死亡 這一痛是比較高的 那不知道目前 你有沒有有關 這hard rate train的部分 跟這low-high ratio 這些frequency domain 在HRV 之間 一些有什麼特別的相關連線 會不會說 有些病原他其實 即使在holiday 或walking day的時候 其實他每天其實 resting的狀況都不是很足夠 那他死亡的聲音 always activated 那這些病原性 整個low train來講 是比較不好的 這樣子 對 那就 就是說 傳統的那個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跟今天講的 其實他們 所面對的問題有點不太要 你可以看到這個trainer 他解決的問題是說 像我們一般人在睡覺之後 心跳其實他是變動蠻大的 那為什麼會突然起來 突然明明是八六十 他為什麼會到九十 那我們去確認結果 這個訊號是正確的 只是說他那時候可能 呼吸稍微不順 還是稍微 呼吸不順的時候 心態會變快 還是他進入的快速動員期 會變快 所以 那個 你剛剛講的那個 智力神經 他是 比較 算是比較細的 每五分鐘 每五分鐘 可以做一次 然後這個 現在這個train的話 他是比較長時間尺度的 所以 這兩個有沒有什麼相關 目前還沒有做 那想應該是有 那所以 像這個 為什麼在 在Fever的時候 他持續 他這個 持續的 速度會比較高 讓我們假說就是 膠感神經可能持續的 興奮 副膠感沒有 沒有好好的 工作 所以這個其實還要再確認 那 只是我們今天是 非常 preliminary data 這些 data 還沒有分析 我們自己 會好好分析 好 謝謝 對不起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 再次謝謝郭博士的演講 謝謝